哈囉大家好我是吉峰 今天的遊戲介紹呢 要為大家帶來一款 科幻世界風格的元宇宙鏈遊大作 Otobus 值得一提的是 這款遊戲在去年剛剛完成了 必安實驗室的孵化計畫 更獲得了該實驗室 和其他區塊鏈產業投資機構的私募融資 包括BestLayer Capital 區塊鏈項目啟動平台 Engine Starter Web3基礎設施 Anchor 以及Polygon Ventures 如此華麗的投資陣容不禁讓我好奇 Otobus究竟在打造什麼樣的元宇宙 能夠吸引這麼多大卡VC來投資呢 我們今天就一起來看看這一款 可以盡情享受娛樂生活 也可以體驗科幻涉及遊戲的元宇宙世界吧 接下來進入今天主題之前 請先開啟下方CC字幕 如果你也對區塊鏈遊戲有興趣 我們每週都會定期更新資訊跟大家分享 歡迎幫我們按讚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也歡迎大家加入我們的Discord 一起聊GameFi NFT元宇宙各種話題喔 Altobus是一款以太空科幻為主題的 多人角色扮演遊戲 玩家將在一個由虛幻引擎5 所打造的大型虛擬世界 展開和現實社會相似的虛擬人生 在這個虛擬世界裡面 玩家們可以購買土地 建造房子 逛街購物 組成團體 甚至可以製作出獨一無二的NFT藝術品 賣給其他玩家來賺錢 在大多數的開放式遊戲裡 玩家的主要玩法都是在遊戲中自由移動跟建設互動 而Altobus提供更多種遊戲玩法 總共有高達17種遊戲模式 讓玩家能體驗到更多元的遊戲內容 這就有點像是任天堂的瑪利歐超級派對 在遊戲中還有許多不同的小遊戲可以玩 比如說在外太空跟其他線上玩家來場PVP對決 又或是阻止敵人找到毀滅飛船的鑰匙 藉此來拯救世界 聽到這邊我想大家應該就有對Altobus有更多的了解 但也更好奇它是個什麼樣的遊戲 有哪些遊戲內容了吧 我們馬上就來為大家分享Altobus還有哪些引人入勝的遊戲模式 事不宜遲 直接開始 根據Altobus官網上面的說明 遊戲內容將會分成四個階段來依序推出 第一階段天空之城 天空之城作為Altobus世界的中心 扮演著維持元宇宙世界穩定的角色 這是一個由先進科技所打造出來的大城市 同時也是玩家們平時生活的區域 玩家們能夠在此盡情的享受社交的樂趣 在天空之城裡面 大家可以自由移動到任何想去的地方 局域來說可以跟朋友一起到海灘曬曬日光浴 享受難能可畏的悠閒時光 或是進到熱鬧的市區盡情逛街購物 除此之外 還可以進到Altobus和其他項目合作推出的建築物 看看不同項目之間的合作能帶來什麼樣的火花 例如前往Abitz遊戲平台展示空間 可以體驗到培養英雄和戰鬥的遊戲樂趣 如果夠厲害能夠登上排行榜 還可以獲得官方發放的遊戲物品和代幣作為獎勵 第二階段前哨戰 當然只有這樣是不夠的 平淡的生活雖然好 但還是要有一些比賽、活動才能帶來刺激 讓玩家更加的投入 所以Altobus也即將在今年第一季 推出名為前哨戰的遊戲 前哨戰會以科幻射擊遊戲的模式來呈現 玩家將會在一個畫風精美的超大型空間中 扮演一位指揮員 駕駛戰鬥機和其他玩家競爭 像是要努力達成任務 採礦拿資源 或是製作合成特殊物品等等的 對於平時喜歡激發腎上限速的玩家來說 相信前哨戰可以成為你大顯身手的舞台 第三階段Rect 有了FPS射擊遊戲還不夠 Altobus還計畫要在今年第二季 推出一款硬核的生存遊戲 Rect 比起前一個階段的前哨戰 在這個階段更考驗玩家的操作技術和生存技巧 進到Rect遊戲裡面後 玩家會被丟到一個未知的星球上 在這裡唯一的目標 就是找尋星球上的其他幸存者們 一起努力活下來 由於星球環境惡劣 而且到處充滿危險 玩家們必須在這邊學會團結起來 互相幫助 否則很快就會被環境所淘汰 不過也不用太擔心 每位玩家在進入星球前 都可以選一下看得順眼 而且信任的高科技武器 所以別害怕 如果看到怪物朝你而來時 直接扣下板機將它爆頭吧 那麼第四階段呢? 第四階段又會有什麼樣的酷東西呢? 嘿 其實是我也還不知道 官方對於第四階段的遊戲內容 現在還保密 沒有公布出來 總之呢 關於這個部分就只能繼續關注官方 看看未來什麼時候要揭露這個驚喜吧 介紹到這邊 大家應該都多多少少 對於Altibus背後的開發團隊感到好奇 想知道是哪些人這麼厲害了吧? 事實上呢 Altibus的開發團隊 是由一群對遊戲充滿熱愛的開發人員所創立 他們希望能創作出一款 能夠提供各式各樣不同樂趣的遊戲 滿足玩家們的遊玩慾望 除了單純的提供遊戲之外 他們還打算讓玩家們 能自由的創造自己的遊戲 並且透過出售自己的遊戲創作來獲得收益 Altibus能夠誕生 一部分要歸功於Altibus的CEO Score Kinney的努力 Score是一個在工作之餘 偶爾會玩一些小遊戲紓壓的男人 他之前在美國達拉斯當地 多間網路公司擔任過IT管理人員 負責提供網路系統安裝和維護 因此也相對比一般人了解遊戲系統維護重點是什麼 秉持著對網路領域專業和遊戲熱情 他在2013年決定成立自己的遊戲開發公司 Altibus INC 並將首款遊戲名稱取名跟公司同名 也就是我們今天介紹的這款遊戲 目前Altibus有大概10位左右的遊戲開發人員 雖然還算是一間規模不大的元宇宙遊戲開發公司 不過他們在另有領域持續的研究 目前也與多個區塊鏈項目或傳統企業保持密切的聯繫 期盼在之後的天空製程遊戲場景裡面 能看到這些合作建築物的產生 給予玩家更多的娛樂體驗 Altibus遊戲故事背景 要從一個天體物理學家 阿利·帕克米爾博士開始說起 這位博士在某一次實驗中 無意間創造出了一個神秘的蟲洞 而且不知道為什麼沒有辦法被消滅 為了揭開這個蟲洞的謎團 他和他的團隊決定打造出一個高科技的航空飛行器 進入這個蟲洞一探就近 誰知道在他們穿越之後 卻發現一個適合人類生活的平行宇宙世界 電影男女主角口中所說的平行時空 真的就這樣映入眼簾出現在他們的眼中 他們最終將這個宇宙世界命名為Altibus 隨著這件事曝光之後 部分勇敢無所畏懼的人們 決定西家代卷前往這個新世界 在一顆名為Orius的星球上建立新的家園 由於星球表面大氣層過於厚重 他們決定搭建一個很高的平台 並把建築物都建立在這個平台之上以便生活 這座城市建造在高高的天空之中 也因此被人們命名為天空之城 聽了這麼浪漫的都市名稱的由來 我們接下來要介紹比較務實的部分啦 也就是遊戲的路線圖規劃 根據Otibus官方釋出的路線圖 目前已完成的進度包含了在去年2022年 完成的必安實驗室附化 以及天空之城的早期測試計畫 隨著遊戲團隊一點一滴的邁進 Otibus遊戲似乎也逐漸成型 目前官方已經開放了天空之城的公開版本測試 玩家也可以進入官網填寫表單 並且輸入BnB鏈的錢包地址來申請 至於我們稍早介紹過的第二階段前哨戰 和第三階段RECT 官方預計是在今年上半年陸續推出 還請所有玩家敬請期待 從整個遊戲項目的發展進度來看 我認為Otibus目前的表現算是有在正常的軌道上 從社群中幾位玩家分享的遊戲測試心得 可以推測遊戲畫面的表現水準 應該不會輸給一般的傳統遊戲 不過距離遊戲正式上限還有一段時間 我想目前就只能多跟這些遊戲早期的測試者聊天 來過過乾癮偷偷知道遊戲內容了 既然提到了社群 當然也要來說說Otibus的社群表現狀況 目前的話官方Twitter粉絲人數大約落在4萬人上下 從社群動態來看 有幾位玩家和實況主 還蠻常透過自己的社群帳號分享遊戲測試的畫面 甚至會開實況連線彼此討論心得 這不但讓遊戲進度更加透明 也讓所有關注這款遊戲的朋友們 有個真實畫面可以作為參考 至於Discope的部分 實際參與成員數比起Twitter來說遜色不少 目前只有大概7000多人加入 從整體的社群氛圍來看 多半只有早期支持的玩家積極的討論 因此目前在遊戲尚未正式上限之前 多數玩家仍舊是觀望遊戲 並會實際參與到遊戲測試 既然Altibus選擇了一部分的開放式遊戲設計 就勢必要考量到是否要發行治理代幣 以鞏固遊戲的生態 對此開發團隊確實早就有想到這一塊 而且將遊戲的代幣命名為Ace 不過目前代幣的發行狀況 就跟遊戲的第四階段一樣 尚未正式公開 因此對遊戲有興趣的玩家 可能還要等看看後續有沒有宣布代幣的相關詳細資訊呢 關於今天介紹這款科幻風UGC元宇宙遊戲 Altibus 我想給它3.5分 總結來說 我認為Altibus背後的投資者在業界信任度高 而且從玩家和實況主分享的遊戲畫面來看 遊戲畫面也頗令人期待 不過稍稍可惜的是 目前所有遊戲模式都還在測試階段 尚未正式發行 這點多少給遊戲埋下小小的扣分 而且迪斯庫社群只有7000多人 其實算是蠻少的 所以這也是我擔心的一點 未來如果遊戲正式推出後 Altibus有宣布跟更多的MT項目或同性質團隊達成合作 我想可能會讓更多還在觀望的玩家們 願意踏入到天空之城裡面來 看完影片最後想問問大家 Altibus的幾個遊戲玩法和模式 你最想體驗哪一個 會更想要玩涉及遊戲模式還是生存遊戲模式呢 我讓你在影片底下留言說出為什麼喔 最後老話一句 在影片中提供的資訊並非金融投資建議 在入場前大家一樣要做好自己的功課 評估自身的能力喔 我們下集會再介紹更多有趣豐富的區塊鏈相關內容 以及可以邊玩邊賺的區塊鏈遊戲給大家 好 如果你也喜歡我們今天的內容的話 請記得幫我們按讚追蹤並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獲得最新區塊鏈的相關資訊囉 我是吉風 我們下集再見